今個星期的國事同學會 上週有些迴響 我做這個節目還沒試過 在YouTube上 我數兩天看了兩千多個曲 嘉賓你見到是否三千多個 將近 我看的時候就將近三千個曲 上週有民主黨雪瑩來 談一談 民主黨是否投共 當年取了這些標題 其實是成功的標題 我希望這幾集的嘉賓 都是講一些個人對港中關係的看法 一些親身的經歷 如果他們有興趣從政 現在沒有人講選舉 有興趣參與政治 他們自己有甚麼心路歷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上週也講了 我要糾正一下 這位不是選民力量的代表 是選民力量的成員 是 阿添 阿添 或者叫阿添 阿添 剛才他介紹給我 他們的朋友 選民力量都叫阿添 他叫Timothy 中文名的陳天鎮 是 現在目前在藍田 德田興田那邊 正在做地區工作 沒錯 為何我會請阿水來我這個節目 首先我們會分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講他在深圳的一些有趣 我覺得有趣的經歷 第二部份是講一講他現時 這個票債票償活動的一個參與 一個個人的體驗 阿水好像在深圳買了一間房子 是 我在深圳買了一間房子 是 2004年買 2004年買 當然那時候就是美號 大概2005年搬入去了 在布吉那邊 阿水呢 我跟他聊天 做節目之前來 他有趣的是 他之前在台灣讀大學 是 接著就在台灣工作做導遊 後來因為地震 震了回香港 震了回香港 但原來是 覺得香港的生活 居住環境方面 當然 很不習慣 台灣的工作很舒服 是 山清水秀 例如我以前住在北投的地方 後面可以浸溫住 對 在北投的地方 後面可以浸溫住 真的生活環境很好 回到香港真的要玩的地方住 有床位也很難 接著就在深圳住 其實這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是挺普遍的現象 至少我個人也是 雖然我住的地方 跟他都很遠 是否叫關外 關外 關外 但我是最近浪區的關外 因為我住在福田口岸的關口 水圍寸 但我的感覺 其實你問我 你問我 你問我住在哪裏 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我覺得舒服 我覺得住水圍的地方 舒服 至少周圍環境 方便 至少我拿同一個價錢來講 2,400元 在香港只可以租一個板間房 租一個劏房 都不行 然後我在那裏住 我可以住一個兩房一廳 這是一個人類居住的場所 可以的 就是這樣 然後阿水就在那裏買一間樓 後來在網上的情緣之下 就認識了太太 然後我們開始去一個正題 就說 因為那時候 這個大運會 我們很討厭 你問我 就完全不管大運會 發生甚麼事 但大運會唯一的好處 就是因為大陸就是這樣 大陸任何運動會之前 地鐵就會趕工 不止地鐵 很多事都完成 但總之地鐵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城市 很需要的一個交通的樓樓 沒錯 因為地鐵 可能是 原本那個站 我忘記做圖給大家看 大家上百度找一下深圳地鐵的圖 有一個站叫上水徑 是哪條線 是五號線 五號線 是五號線 是經過布吉的一條站 其實深圳地鐵很簡單 是一個井字 是 它在中間打橫 下面一條是關內 關外上面有一條 那條線叫五號線 五號線條裡面其中一個站 叫上水徑站 很有趣的地方 最初 Tim和一些深圳市民 或者他們的街坊 看報紙 原來都很透明化 大陸有些工程 他們可能都要開一些諮詢會 有的 工廳會 有的 工廳會 有的工廳會 有的工廳會 有工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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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居住的社區附近有一個站 有一個上水徑站 有一個上水徑站 突然之間 過了某段時間之後 再看回政府有關當局的資料之後 就抽走了 沉見了那個站 如果在香港 我們接下來有區議會 大家可能會 如果在香港的區議會 區議員 或者不同的政黨的社區幹事 就會做些什麼 為什麼經常見到什麼 成功爭取 就是因為 我不會嘲笑民間聯盟 但事實上 無論黨派也是 有些事情 就會有些人 跟家方去吵 但是 在深圳 大家就沒有區議員 也沒有這個政黨 雖然我國有八大民主黨派 但不像香港的政黨 有些社區國事 沒有區議員 沒有社區幹事 情況下 當你發現了 為什麼沒有一個站 規劃方面 你們會做些什麼 那時候 我們隔壁的社區 叫中海移翠 我自己住在哪裡 我自己住在欣月之生 中海移翠那邊 那些居民發現了 沒有了一個站 很生氣 然後去到鎮政府抗議 開頭的時間都還好 現在我們有興趣 因為你問了 有蕭先生 經常聽說有策略 有成功 你們會怎樣抗議 其實是 當然 都是一關人群的 衝進去 他們當然不會 讓你在廣場前面 舉牌 抗議抗議 有沒有拉賓 不會這樣做 但問題都是一群人 走進去 找上訪辦 進去房間裡 跟他們聊 找上訪辦 表達我們 這群居民的不滿 開始那段時間 也找回規劃部的人 在中海移翠的會堂 大家坐下來 但問題都是 一直都是不歡而散 因為他們一直提出 那個情況就是 站太多了 我們一定要抽走一些站 不是 走太長那條線 因為他們希望半個小時 由一個終點站到另一個終點站 但問題是 你抽走一些站出來 你沒理由抽走那個站 在一個覆蓋範圍 就是一個 十六萬人的一個區域 這個又不合理 所以 不歡而散之後 情況就升級了 就開始很多居民 去到中海移翠前面 面對一個大馬路 一個很核心的馬路 就開始倒路了 嘩 即是倒馬路 倒馬路 沒有辦法 有人過來的時候就散 然後又隔多一段時間 他們又衝回去 即是 即是 在運動戰 游擊戰 就是這樣 你來不就走 走 然後你走就離開 是 到後來 他們公安那邊發言 沒有辦法 而且我們那個社區 都加入了這件事當中 我們支持了中海移翠那邊 那邊的居民的活動 我們都一起參與到 而中海 我們一月之星那邊的朋友 就是 即是 即是很直言 其實是我發動的 我們還沒說回之前 就是 即是 即是 最初買樓的時候 就好像說 有個什麼網站 那個叫什麼網站 那個叫什麼網站 深圳房地產網 深圳房地產網 是很行 即是在深圳 其實是很有名的一個網站 即是好像一個高燈 我相信未至於 即是 即是也是一個網站 只要是 那段時間很多人買屋 很多人會在這個網站 就去看 我其實就在那個社區 當這個網站 這個頁面的版主 即是 即是有一個網站 那網站是專門 是給一些 深圳買樓的人 是的 當然大家想說的討論區 都知道 這個討論區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版 是的 其中一個版就是 你做版主 我是做版主 就是你那個花園的版主 是的 我做了花園的版主 那就是 這班人 可能我自己比較 即是多話在那裏講 也都累積了一班人在那裏 我就很多時候 我還沒搬進去之前 我已經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那裏 那裏 因為這件事情 五號線的這件事 是我帶動一班 恩與之生的鄰居一起過去 做抗爭的工作 所以 有一天 晚上那裏我加班 我回來 發現 為何不同了 所有燈都黑了 然後我問人 清場 清場 然後有很多人流血 又被人打 被人扯了 現在在哪裏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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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裏 那裏 那裏 我剛才放工 我經歷不到這件事 這件事我經歷不到 當時我第一個問 問我的鄰居 我問有沒有我們社區的人 他說有 然後我就 因為 都可以跟他解釋 之前這段過程當中 很多公安或很多警察 過來我家 上來我家 跟我聊天 你打算有什麽行動 很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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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司班 阿曼咪經常說 有什麽行動 警察打給他 喂 阿曼咪 你們接下來 斯文力量 人物力量 有什麽行動 其實很像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山寨版 所以我跟警察很熟 然後我就說 可以 我自己有斗膽 可以 然後我去問 我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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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走了 去 居委會 那時整個總部移了 居委會 警察總部移了總部 然後我就被人探 我被人探 然後我就被人探 然後我就找律師過來 幫我搞定 我出去 那需要付錢嗎 律師那裏給律師費 就是不用付錢給公安 不用 我進去的時候 公安都很禮貌 是嗎 因為 被女公文明的 給我生果 我上一次都很 沒有 甚麼都沒有 問題就是 氣氛很緊張 因為當我跟他說 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場 就是你怎樣也好 你一定要先放人 始終這班人 是屬於我自己的社區 始終我心裏面也說 我有一個責任 我對他們這班人有責任 始終我帶他們過來 我要求他們 接著他們就 可能這件事我罵得很大 前線的警察和我 很密切 但問題是上頭那裏不行 變成他們不行 現在也要責任我 現在也要責任我 我便找律師過來幫我 搞定他 我又問一個 抗爭成本 譬如說 找律師來 其實不用花很多錢 其實當時 他的律師說 不用收我錢 因為其實都是我社區的朋友 都是我社區的朋友 但問題是不行 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牽涉到 有公價的 有公價的 但問題這件事 應該牽涉到整個運動 我便說這件事 一定要清清楚楚 我一定要給你 飛回來 即是幾十幾百幾千 幾千多元 千多元 這是一個正常的律師 要出來幫你手 是正常的價錢 是正常的價錢 可以的 即是說 律師本身都是你們的社區 社區裏面做事 是在那裏面住的 即是你們的中產區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即使用香港的 令到香港的觀眾 代入到 其實 中產區 然後 原來 即是深圳的高登仔 高登仔 經常在叫自己 各個社區的人 在留言 因為 最初 又有說有趣 你剛搬進去 就說 因為很多人裝修 所以你開始 怎樣可以令到 你們深圳的高登 聚集到那班人 其實我進去做版主 就是 即是 即是開始說什麼 即是開始說裝修的事情 以及 那邊的交通情況 怎樣 附近會有什麼 工業區 會不會有人會影響到我們 即是會關心社區的問題 或者我哪裏買菜 哪裏吃飯好吃 我有沒有去過哪裏茶樓 都是聊這些事情 但問題是 我自己很有趣 就是喜歡貼一些 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貼一些 現在台灣選舉 貼一些報紙 那些人會喜歡看我的 你的網友也喜歡看 有 很喜歡看我的 後來現在 我變了現在 那些新聞 現在就有人剷了 開始的時候沒有人剷了 所以 那些新聞都不及香港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也不會剷 差很遠 就是 最初你不是很出名 最初不是很 最初 那就不會剷你 對 出名了 那你會剷我 公安的一個人是常客 又是這個人 又剷了 對 除了無線之外 後來我也有很多維權運動 也有 譬如我們社區裏面 我們整個社區 通常現在深圳來說 很多的管理處都是由開發商請 但現在我們整個深圳裡 我們第三個管理處 是由居民 由業主去請的管理處 當然是我們請他 就可以維護我們業主的權益 但過程當中 就會有些黑社會 就會上你家 敲門 打打 搗亂 大家要問你問題 就是根據我國的法律 大家要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 搞錯了 這個不是我國 我的國家是香港國 我忘記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是很完善 非常完善 那些管理公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應該是由誰去平整 應該由業委會去請 但是它會有一個 其實跟香港一樣 因為香港的管理處 都是由法團去請的 但是它未搬進去之前 就是那個開發商 他也要請一個管理公司 那它那個管理公司 通常就會繼續做下去 就不會離開 業主也組織不到一個業委會出來 因為我是一個很奇特的例子 因為我未搬進去之前 就已經組織了一群人 而我這個社區有很多年輕人 大家都很願意出來做事 所以變成我們有一股力量在這裏 但問題是這股力量 就發展到後來 連他們開發商自己的 請回來的 即是跟開發商有關係的 那個物業管理公司 我們都要拆掉它 到後來 我們拆掉它之後 當然當中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亦都會在我們公司 在我們的大廈下面 就是那些器材裏面破壞 很多事情 始終來講 幾辛苦都好 我喜歡主要趕走了 然後又開始 破壞什麼器材 水泵 抽水機 電箱 是很多 破壞 現在還在打官司 現在還在打官司 我們請走了 我們的物業管理公司之後 就開始對我們的開發商 就開始控告它 現在我們就揹了很多條 的律師 告他些什麼 譬如他答應了我們有會所 就沒有了 答應了我們的花園 要有些設施就沒有了 這些事情 其實在深圳很多的開發商 很多的社區 都是有這種情況 在賣樓的時候 就趕到天花浪縫 賣樓的時候 又不知道那些東西 去了哪裏 還有他流了這些地方出來之後 那些地方就不知去了哪裏 甚至這些地方 也看到在這裏 但問題是他又將這些東西 賣了給 區委會 政府部門 他們的人又拿出來租給其他人 變成損害了我們業主 本身這個會所的地方 我得到一些收入收益 應該是屬於業委會 也屬於整個社區 但現在就沒有了 這些事情 我便要開始請律師去告他 你們請的律師 都是你們社區的人 有些是有些不是 有些是有些不是 我要研究一件事 你可以組織到這麼多人 你未搬去之前 已經是有很多人 因為網上的力量 網上的力量其實是很大的 網上最大的黨 真的超級臭 加上有一班 好像你一樣是一些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 他們又會有上網 但他們本身對社會 剛才我和你吃飯聊天的時候 你有個性格很有趣 對於一些不對的事情 你就要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 沒有說不對 很多事情都有些不對的狀況 不是每件事都會彈出來 有些事情會令你看不過眼 有些事情會令你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我就彈出來 但是你又可以透過這個網絡 可以結識到那班人 一班朋友 對 老實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 看到深圳認識到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比 斗膽都這樣說 比香港人更有意識 他們看不過眼的事情 他們都會彈出來 但問題呢 只是彈出來之後 我們的成本低一點 我們的成本低一點 我們警察頂多美 四個警察抬著你 由這個屋苑從頭到尾 走到尾 像黑衣人般抬走你 或者將你在防衣門那裏 蓋住你 不讓你出來 講大那些 深圳那些是不會的 至少香港人家抬你 全世界都知道 對 深圳就不會 例如 我講十五號線事件 整班人出來倒路 記者都離開了 拍照 第二天 報紙全部不出街 有一個在會所 在中海而翠的會所裏 有一個深圳第一現場 如果你看深圳電視台的話 第一現場其實很有名的 那個節目 就過來訪問我 亦都拍了當時整個過程 未拍完拍到半腦當中 警察就將他 困在一間圖書室裡面 然後整班人在圖書室面前 在門口外面 就說開門開門開門 第二天那晚的節目 也是沒有這一段 其實可以這樣說 就是在大陸維權的成本是很高 你可能會很擔心自己的 但如果你說意識 維權意識來說 大陸是很強的 因為說到維權 有沒有需要 你無端端就不再去維權 因為我的權益 受到剝削 但因為大陸是更多的 現在我們香港也覺得 我們有很多問題 但問題是大陸可能 我猜比我們香港面對的 多十倍、二十倍不止 比你剝削更多的事情 應該這樣說 香港其實也有很多侵權事件 只是說可能沒有大陸那麼露骨 都可以這樣說 沒有人有天生的興趣 說自己喜歡維權 這個世界沒有人侵權 就不會有維權 一定是有侵權才會有維權 當然整個地鐵事件 我們太細節的事 但事後去分析那件事 你也算是用香港區議會 區議員的說話 成功爭取站出來 即是上水競然沒有了 經過你們的抗爭 整班居民的努力 可否加入某些關鍵點 你們有甚麼策略方式 或者有甚麼原因 令事情成功 打兩手 抗爭一定要有 談判也要有 但我們的談判也很痛 所謂的民主黨一定是不同 我們進去和談判的話 要不然是一個很公開的場合 大家談 要不然站進去的時候 之前會和居民說好 我們可以退到底線 去到哪裏 如果有些新增的事 我一定要出來和大家說 大家看不看不看 我一定要在面前說 我聽完之後 我自己個人覺得沒問題的話 但我都會和他們說 我都要出去和大家談 我也是一個代表 我都要和大家談 其實在歐洲和其他地方都是 像歐盟一樣 跟其他外國談完所有事情 我們內部也要再說 我才確認這件事情 不可能談完之後 明明和大家說好 三條線 一步都不讓 然後出來半條線 就已經留下 不可能這樣做 即是你們談判的時候 底線很清楚 抗爭一定要做 倒路出來抗議 第三條路 我們都有派到的人 在北京租一間屋 有些不需要上班的老人家 早上北京 大約有八個人 每天都在北京上房 包食包住 兩個社區的居民 包幾萬元出來 籌幾萬元出來 不是很多錢 那八個兩人家 是北京住了多久 北京住了三四個月 那段時間 你這個經驗就是 抗爭要做 談判要做 兩條線一定都要走 但不是說你不可以完全放棄 原則一定要守住 但問題是 方法就是 硬的軟的都要來 終於會令到他們 有不同的 握著原則和談判 有夠強硬的抗爭行動 加上有策略地 即不只是和他們談 即是和你大哥談 即是和北京 例如早上大運會 那個站正式開啟 當時你有甚麼感覺 現在剛開始試運 其實我在Facebook上 都看到我 其實我的感覺是很感動 你覺得當時一群人 被人打到頭破血流 有些人被人拘捕 整個星期回不了 見到家人 你會覺得我因此而 我也是第一次被警察去塔哥 我都會覺得整個抗爭的過程當中 你是太多的故事 阿Tim 即是深圳的故事 上半節就講到這裡 下半節就講到阿Tim 在香港的故事 OK 沒問題 OK 回到國學市學會第二節 我們是講廣中關係系列 第二炮就有阿水 或者阿Tim 是吧 一位來自選民力量的好朋友 是吧 你之前有沒有上過其他網台做節目 我自己未上過台做節目 其實我也希望這個節目 是多一點 怎樣算呢 第一次給了你 是的 多謝 因為上星期阿雪瑩來 也有個迴響 因為這個節目很短時間 我沒有可能很詳細的評論 但我的目的就是 我不是真的要找一個嘉賓來質問他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聽一些 平日少機會在網台 聽到他們說話 大家自己去判斷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也有一個機會 譬如說 有些評論說 他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但我覺得多一些機會 都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他就可以去訓練一下 譬如我常見阿蕭在那裡練 連馬草黎 上星期阿雪瑩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迴響 連阿蕭先生在節目也說 道一黃雪瑩就問 選民力量 你們對民主有做過什麼 當然在我心目中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對抗性的質問 我想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可以思考反省 因為我以前和大學參加國事會 國事同學會 現在我們有節目 我都相信民主 雖然我沒有去 雖然我都有加入政黨 但我都沒有去很多行動 在街上派單章 做社區各人事 但我未有這個想法去參選 短期內 但我都會想 我可以為整個民主做到什麼 當然 我聽聽阿天很精彩 不是為了香港 而是為了深圳的民主 民主已經是做了一些 其實民主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東西可以解讀 就是令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可以透過一個合理的方式 可以表達出來 然後將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就是可以去改善 應該這樣說 透過一個維權的方式 來帶一些民主的訊息給別人 很多時候 人們覺得是民生議題 或者是權益的問題 然後你在過程當中 你可以告訴他們 為何你現在會處於這樣的處境 為何你現在會處於一個不公平 例如你要坐地鐵 你都會被人拿走 整個站都被人拿走 然後你可以在過程當中 你在網站上 你都可以告訴別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制度上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這個體制上 是你有所謂的話 情況會不會不同 可以給別人很多思考空間 大家知道選民力量 在去年差不多這個時間成立 如果我沒有記錯 9月 差不多 快一年 就是一歲 其實很快 我跟選民力量 雖然我沒有怎樣去參與他們的事情 但我跟他們的淵源是甚麼呢 因為選民力量未成立之前 去年我以另一個身份 我主持了一個論壇 叫做英甲論壇 找了萬必、醫生、林玉陽 那時候還未叫選民力量 那時候未成立 但那時候是之前的 跟民主黨一個公開的辯論 多於是政改 很快之後 應該一個月左右 八月一日 九月成立很快 然後又聽到選民力量 另一件事 因為我是蕭若元節目的忠實聽眾 因為每一集都聽 我不是 你看蕭說話 整個選民力量 有些成立的歷史 基本上他的節目都會不斷地說 因為加上有幾個主要的人物 都會經常上去節目 水文力量的背景都很簡單 就因為這個民主黨 上個禮拜 雖然都交代了他的版本 但認同 大家可以分析 阿Kym可能會回應一下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個秘密的談判 和中共有一種的談判 他之前答應了說明的底線 他三點 一碟一碟去撕掉 一點都不可以讓 他是這麼說的 是的 不斷地去讓 然後有一群人 不是不斷地去讓 是馬上讓 然後有一群人 就好像阿Tin所 看不慣 為什麼你這樣說 你是否騙了那些選民 因為 我想民主政治有個好處 大家不需要打一場 我們便 用個票債去票上 對 透過一個選票 不知道 接下來這個區議會選舉 到底 結果是怎樣不知道 因為都沒有人參選 沒有人宣佈參選 我們不知道 但起碼有一群人 在去年已經開始有這樣 但我想 接下來我會有兩個問題 盡量都由阿Tin自己發揮 第一件事 就是當初你為什麼會選擇 去加入這個團體 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定義政黨 因為香港有沒有政黨法 現在他們又不是什麼 為什麼加入這個團體 為什麼會參與 這個活動 為什麼會參與 另外一件事 就是 你經歷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你中間有什麼體驗 因為其實他又不是代表 那個會的立場 我們要先聲明 只不過就是 我想問一位成員 他參與整個活動 或者這個團體 他自己有什麼體驗 我想告訴你 你一次問我三個問題 我記得中間都忘記了 你不斷提醒我 你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會加入這個團體 其實我在中學三年級開始 我就已經是港同盟 是後來的民主黨的義工 六四的影響對我來說衝擊很大 我也是 後來我也看了很多書 關於為什麼人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開槍 開得到槍 然後也可以探討整個社會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而因此而 當時候的一個很 即是 好這樣說 李柱銘 司徒華 都是我的啟蒙奴 在政治的路上 在民主的意識上 我也是很支持他們 所以我一直都是 其實在這個中學時期 已經是站得很前線 但差我來說 如果大江東 他這個回憶錄出來 你對司徒華有沒有改觀 或者他去年那個 整個公投表現 會有沒有改觀 很失望 我對這個人很失望 其實我也是一個 很失望 我對他沒有特別大的印象 但是那時候 對我來說 不要說司徒華 我找一集專門說他 但我覺得這個人是很有趣的 然後繼續說 但問題是 這一刻 你說他 他又無法回應 那可以怎樣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只是希望更加多的人 譬如像當時 之前 阿欣珊 在他的節目裡 聘請了陸叔 他過來說 都是有很多事情 慢慢暴露 我希望多一點資料 我想看得更加立體 更加整件事 我這一刻 也不是很想說 不要討論師 說回你自己的事情 即是你很小時候 已經是港塘民 或者人民主黨的義工 那時候 我沒有可能參與到選舉工作 但問題是一直在幫忙 繼而我去了台灣讀書 在台灣讀書 我也是參與了很多政治工作 也是幫新黨工作 是台灣的 回到香港之後 很快進入大陸 然後也做了很多維權工作 在過程當中 有時候放假過來 即是離不開政治 離不開政治 我整個生活 包括我讀書 我讀書也是看了很多 關於德國政治制度方面的書籍 我自己本身也是 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包括他背後的哲學理念 政治背後的哲學理念 我也是很有興趣 所以其實我的人生 基本上和政治分不開 在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回到香港 我都會繼續幫民主黨去拉票 幫民主黨去洗樓 何偉圖事件 那件事件的時候 我都是劏街被人罵 被人指著罵 也不要緊 這些是小事 我支持民主黨 我就支持到底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 到這個事件出現了 六二三 到五區公投 我對民主黨 我只可以這樣說 是失望 你怎可以這樣 但問題是 我沒有對他絕望 但到六二三開始 我已經是去憤怒的階段 教授問 公投那段時間 你做了些甚麼 我當時在幫鐵傑哥 幫梁家傑 去做監票員和計票員 即是你都認為要公投 是應該做 盡快做 一定要做 應該做 快點做 然後你純粹認為 你應該親身去參加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民主的ABC 為何要公投 對我來說 對我們來說 是基本上不需要去想的事情 這些是很簡單的 在歐洲 我在德國住過 這是公投甚麼 很簡單 咸魚青菜 隨便都有 為何香港會罵到 還要愚蠢 是變相公投 也有罵人 referendum 變相公投 變相 不要說 總之你居然有參與 是有參與 民主黨以一種不支持的態度 頂曬也是失望的 你說不支持 我都可以聽一聽 但是你說你很支持 一定要快點做 然後告訴你 你不支持我 我完全兇了 什麼事 我完全聽不明白 為什麼你後面說的 全部都被掩蓋 你前面說的 要不就前面去放屁 因為你後面就是 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說這兩個字 我可以說 後面你會放屁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今時今日大廣東出現 說了之後 就開始有些解釋出來 那時候的行為 但問題是 那一刻我是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 即即是民主黨內的人 都其實很掙扎 有些人都覺得要參與 所以民主黨 採取的方式 正式來說 民主黨不參與 或支持 但他們的黨員 區議員 他們可以個別地去幫忙 但也不要緊要 起碼一個普通的市民 那時候 以你來說 還不是對這個 最多是失望 為什麼你不參加 但還未憤怒 還未憤怒 什麼時候變成 Angry Bird 什麼時候變成 Angry Bird 就是623這個政改方案 真的做得很醜惡 一個基本上 讀過政治的 或者讀過一些 不要說讀過政治 讀過大學 你基本上有少少 一些道德觀念的人 你都知道民主黨錯在哪裏 譬如你要答應了人 你現在要改了 別人要求你 去重新去諮詢選民 你那時候的態度 你是多無情 你怎樣在民主派裏面 你只有白席 其他那些全部要反對 你用自己賭歌的方式 賭歌去建制陣營的方式 要多數服從少數 這個已經是反民主的狀況 你是多麼無意 你之前在08年選舉 你怎樣答應2012雙普選的那班 你到時今今做了些什麼 你是多麼無信 人家要求告訴你 你要票債票償 你接著抹黑民建聯B隊 你怎樣怎樣 抹黑你以前的支持者 你是多麼無恥 就是一個無情無義 無信無恥的政黨 這一班政客 對我來說是很憤怒 我其實不踏出政治的這一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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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火線 導火線 就是 這個 憤怒 這個動力就是一個 憤怒 但其實我背後 一直都是站得很前 一直都是幫助民主黨做事 在做地區工作 一直幫助民主黨 即是說 今時今日 你們已經不是站在前面 我不需要再站在你後面 再支持你 你一退 退到對面陣營 那變成 我不站前你 後面就沒有人了 變成說 我就必須要站在前面 這一個 是一個相對的動作 我一直都不是躲在後面做事的人 但問題是 我也是站在前面 我只是在前面那一陣 後面那一陣 但現在前面那一陣 已經倒過了對面 相對來說 我就已經站在前面 所以我以一個 很自然的方式 去加入了這個 進入這個政圈 即是說 很憤怒 覺得 真的要 不是 不是選擇你要走出來 因為有些潮水 因為無緣無緣無故 有石頭 那你的水就走了 那你便泡了頭 泡了頭 然後你和選民力量的結緣 在哪裏結緣 令你們會變成一個組織 其實選民力量這班人 其實就是簡單一點 其實是公投派 對 一直都是公投局裏面那班人 我只要加入了公投派 對 然後覺得到六二三 大家覺得 為何可以這樣 然後他們就組成了一班人 叫做民協 民主黨 虎主大聯盟 對 那你也是虎主 對 我是虎主 其實大家都沒有一個意識 是說要從政 只是說 加上你之前的論壇 請了一班人出來 之後覺得 這一班民主黨 越說越離譜 已經完全沒有反省的心 希望你走回頭也沒有可能 已經走過去了 越走越遠 說的話都越來越離譜 否定你過去 站在人民那邊 由下而上的那種論述方 你現在說的是 如何是應該要 不要激怒 上面 要乖乖的 上面那些才會照著你 才會有民主 即是說一套的 民建聯的那套的論述方式 你覺得這班人越走越離譜 即是 即是 開始 絕望 之後 你只是想方法去解決問題 不要寄望別人 不要寄望別人 只有組織在一起 我們 DJ 港姐 醫生 牙醫 我們這些 深圳維權家 大家混在一起 我們本身不是從政 我們只好站出來 基本上整個 囚組的過程 你有參與 即是順脈亮 我沒有參與 我組織的時候沒有參與 但問題是 我是第一批會員 第一批會員 第一批加入的會員 即是說 那幾個人 我記得最有印象 順脈亮的時候 有幾個漫畫 然後有阿錦 又有 快必 有萬必 沒有快必 有快必 有快必嗎 其實他整個 囚組過程當中 有很多 但現在不見了快必 快必 一直都有 跟我們有緊密的聯絡 過程當中 囚組的過程當中 他有在內 但問題是 他不是組織好了 然後他自己本身 可能是想在其他方面 有其他事情 你也知道 白了這麼多爪 有很多事情做 可能他覺得 理念上我支持你 但問題是 我有其他工作要做其他 即是他們 籌組的那群人 握一支旗 你覺得 真的 是希望 那你就加入了 即是一起了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 因為 雪瑩也問過一個問題 我也當作一個 開放問題 大家也是思考 當然 我們會理解 因為 始終 人民力量也好 民力量也好 有很多 都很年輕的 成員 他們不可以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黃雪瑩 或者民主黨 做地區工作 爭取到民主 但 我想 聽眾會理解這個問題 黃雪瑩這些人 自小 都是由 區議員助理開始 跟著他們的師傅 或者他們的圈子 就是一路教他 譬如說 從那個老人家 拿著 將表 進去辦事處 怎算好 我要填表申請老人證 開始 到那些家裡 有些什麼 門被買住了 有些水 水喉又壞了 那些事情 開始跟著 他們的思考 就是 社區有些問題 需要幫助 當然 跟某些 其實你的案子 又不同 因為你在深圳 有這麼多維權的案子 受到一些啟發 抑文 和蕭先生 他們加上 看到整個畫面 這麼憤怒 他們不會想這麼多 原來有些社區的事情 他們覺得 你不應該去 寫什麼區工作 我們就出來罵你 就算了 但是 你的案子又不同 因為我聽你 這個說法 你從11月開始 就說 去你準備 服務的社區 現在已經在服務 例如你在社區做什麼 很多事 譬如有些 關於鄰居之間的糾紛 有些人放一些東西出來 他們又不收回 譬如有些 因為管業處的管理不善 有些人就流血 然後要追討 有些人就是 去灑太極的時候 發現 晚上的眼燈壞了 有些人就是 要申請 譬如縱緩 其實 臨臨種種的事情都有 有什麼一兩件 是你們覺得 特別深刻 有印象 或者特別 可以拿來和大家分享 最深刻的那件 就是一個八百 是一個曬皮牆 因為管業處 它的曬皮牆 每年都是做曬皮牆 但今年多了一條棍 在中間 它的理由是 不會想 沒那麼容易想 但問題是 那個位置 真的很容易被人踢 看不到 跌到地上 很浪血 沒有人管 很無助 是 是 是 那 那個 她的女兒 在街上 我覺得這件事 確實是管業處的問題 後來都很妥善 解決給我賠償給我的投助人 這件事 其實都 潛擾了一段時間 因為 因為 她本身 這家人 這家人 本身 不是很有錢的人 出院的時候 簽了一張紙 出院 也沒有付錢 每一次回覆診的時候 也被人追債 那種感覺 覺得自己 也很不忍 其實我本身 人的心態 就是 我都比較傾向於 可能左派一點 也會比較 上於同情心 多一點 那種人 我做事是這樣 我跟一件事 我會跟得很足 這家人 也走上去三四次 坦白白 其實在社區工作就是這樣 大家不要小看 很小的事情 跌倒了八百 其實是有無數的事情 在社區裏面 是有無數的事情 很細緻的事情 你以為是很細緻 但問題是 我想 當制度上 需要有這些人 市民有這些需要 有些人要出來幫他們 是吧 然後政黨競爭的好處就是 有多了一種動力 亦可以這樣說 選民力量 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站出來做地區工作 整班選民力量的人 是很有心 是 人民力量 其實裏面有幾個團體 以我所知道 人民力量 所有的人都很熱心做地區工作 尤其是選民力量 我比較知道 其實大家都很用心做地區工作 不是所說到 你做地區工作做過甚麼 你就是特意過來搞事 我覺得這件事 他說出來的人 其實一 他不了解 他對自己說話不負責任 第三件事 就是說 他是不尊重整件事實 因為大家一到區 大家都很盡心盡力做事 當然 到底是怎樣回事 我想 每個區都有些不同的情況 可能有個區 某些朋友會努力一點 有些沒有那麼努力 但是 我想 因為我們的節目時間太短了 今天和Tim聊一下很開心 甚麼時候下次做過 是 其實 有什麼興趣 例如說 說雖然或民主黨的朋友 以一種 聊天的方式 大家合理一下 我自己過來沒問題 對 好 上市下雪原 他是標籃說 很希望有這樣的方式 鬆鬆富富的 大家聊天 好 希望大家會繼續留意我們這個節目 會不斷地再想想有什麼嘉賓 我们今星期很感谢Tim 选密力量 节目时间到了 再见 再见